蘇花公路前不久才貪方 現在又有拓寬工程 從昨天開始部分路段進行交通管制 每天只開放三個時段可以通行 而交通不方便 讓已經進入淡季的花蓮觀光業 現在更是雪上加霜 飯店的住房率已經跌到谷底 才這月初開放單線 雙向通行的蘇花公路 一百一十五點八公里處 公路總局因為要進行切山道路拓寬工程 昨天又宣布將對此路段 進行為期五十五天的交通管制 每天只開放三個時段通行 讓花蓮許多觀光業者苦不堪言 實際來到飯店和大型遊樂區 不少客人因為不想待在危險的蘇花公路裡 等待放行 現在乾脆都向飯店退房行程改往西部 而大型遊樂區影響更是明顯 表演場上的空板凳多了許多 遊客也銳減三成 我們的入園人數大概影響到 二至三成的一個入園人數 再加上風路的影響可能會持續的擴大 那他們取消的原因是因為說 蘇花公路目前管制這開放的時間太少 那他們不願意因為一整天的時間都在等待當中 所以他們就轉往去別的路線 這對我們來講 或者是對花蓮整個觀光旅遊業來講 其實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而目前公路總局所開放的時段 分別為早上的五點半到七點半 以及中午的十一點到一點 還有晚上的五點半到七點三十分 花蓮新政府認為開放用路時段太少 以及開放的時間 好像和觀光客用路坐席搭不太上 目前還積極和公路總局協調 希望能夠延長開放時間和次數 但公路總局也擔心增加開放時間 會影響工程進度 目前還未答覆 記者溫家凱發電報道